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示 美国向来是人道主义的汉内者 美国绝不允许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行为发生 一旦触碰这个红线 美军将会直接军事介入 该网站同时指出 叙利亚政府军进攻伊德利普 将会导致大量难民产生 这将会给欧盟及其他叙利亚邻国带来灾难 这也是美国不能允许的 该网站呼吁叙利亚政府军 放弃针对伊德利普的总攻 接受美国的斡旋 美俄都大规模调集兵力 叙利亚大战一触即发 敏感时刻 特朗普及美国其他政府和军队官员 却以人道主义的围旗号 强异化出红线 这明显是为军事行动寻找借口 当然美国强硬要求叙利亚政府军 不要进攻伊德利普 绝对不是因为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 而是为了维护自己 在叙利亚的战略利益 使政府要收复势力 特朗普划红线 反过来 如果美国内战 去来划红线 成吗 这就是赤罗多的强权政治 从里宝则 哪里有什么公理文明 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这是美国的宝则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美国就是有文化的流氓 尽管出于分裂 是利亚的目的 让利亚继续处于战争中的不怀好意 她讲的理由是非常高大上 会引发人道主义的灾难 她叫乱利比亚 伊拉克 东欧她从不顾及人道主义灾难 道理她明白得很 但她唯一的目标是美国利益 不许顾及任何道理 最近网上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叙利亚大战在即 如果为了帮助叙利亚抗击美军 让你捐出一元钱 你愿意捐吗 很多网友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虽然大家关掉个异 但是总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多数网友都看不惯美国霸权 美国的死权是不敢也不能与俄直接开战 只要俄罗斯获得坚定支持 那么美国怎控制全世界就是水中捞月 美俄两颗大国 美国基本上不会选择大规模武力干涉俄式军事行动 最多会采用空袭等办法干扰俄式的军事行动 用来制造麻烦 美国的经济现状决定了它不可能和俄宣战 一切反动派都是直老虎 你强它就弱 只要俄下决心干 美国绝对不会直接对干的 上次克里米亚托乌公投运入俄罗斯的时候 美国就损了 根据报道 叙利亚最后攻击的命令已经发出 叙利亚的两大王牌部队老虎部队和第四装甲时 已经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沿着M5高速公路加基埃勒托城区 被最后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美国将如何进入与干扰叙利亚最后决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叙利亚攻击命令发出 美军强引化红线 决战时刻圈出一元钱 你愿意吗 欢迎大家发言讨论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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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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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